今天我们来画这幅小船 我用到的每一届就是西施剂 只用到这个无味西施剂 然后画笔主要还是这种珠宗笔 我们先加西施剂 给它铺一遍底色 然后再在上面加笔触 就用这种方法来画 太白 柠檬黄 土黄 褶石 大红 深红 翠绿 蓝灰 古蓝 群青 太金蓝 熟赫 差不多这些 如果等会我们还需要别的颜色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去 画印象派的话 不用画的起稿太仔细 大概的位置定出来就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铺底色 许多人在铺底色的时候 就特别担心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我们这前面前景不是有棵树吗 很多人就很害怕 把这个树的位置涂掉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画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铺底色的时候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树的问题 你就把这一块都铺上就好了 把这块铺上就可以 把这个颜色稍微调灰一点点 远处其实大家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那里有一些小房子 这里这个底色我们铺的都是很薄的颜色 之后再往上面画其他的东西 是基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这些位置都铺好 因为很多人画画的习惯 可能就是那种甜色 先把轮廓线都画出来 然后再去给它把颜色加进去 那这种画法其实就是不管你画任何画 都不要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是太死板了 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灵活一点 这一块是反射远处的光线 可以更浅一点 天空的颜色和水面呢 其他的地方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我们可以让它偏暖一点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光线是偏暖的 那如果其他的地方都是那种很冷的颜色 天空也画成很冷的颜色 那这个画里面的变化就太少了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暖色 加一点这种可以加点红色 让它有点偏粉色的这种感觉 也可以加点黄色 就这个地方是天空的倒影 这上面的天空我们看不到 因为在这幅画里面 它的构图是偏下一点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水里面看到一点倒影 就加一点这种粉色和黄色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 你看还是这个边缘 这个面它朝向暗边的 又有这种暖色调 因为它受到这个光源的反光的影响 可以想象这个暗边的颜色 它其实是被这种很暖的阳光照着 本身就很暖 然后朝上的地方是天空的冷光 我们现在把这个树干先画出来 树干的颜色可以先涂一个这种褐色 当然也不会把它画得很黑 因为有光的 我们不要把它画得太黑 大概的画一下就行 薄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加一点体积 加一点体积出来 再画远处的这一片树 远处的这片树 虽然我们在照片上面看 它是比较绿的 但是我们在画上面要拉开这个空间 就可以把它的对比度 饱和度都降低一些 这样它能够离我们远一点 否则的话它可能会冲到前面来 和我们的花和我们近景产生一些冲突 颜色你可以把它稍微主动性的降低一点 我在这边也是加了很多颜色在这里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色调就是比较灰 比较粉的 在这个缝隙里面加一点 底下的投影可以稍微暗一些 这个时候就不用那么把它全都抹匀了 就不用把它涂抹得那么均匀了 可以做一点那种笔触感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芦苇 把芦苇的位置空出来 大家还记得我们画的莫奈的那一幅 叫做小船锤钓 那里面就有很多就有这样的这种感觉 就用这种色块 小色块 太深了你看 加点白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它有那个亮光 被太阳被阳光照到的树叶的边缘的亮光 这块亮光要 这里要比这里亮 当然也比这里更亮 就有这么一点点区别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船呢 有一块是被阴影遮住的 还有一小块是 还有一块是被光照的 被光照的地方可以可以偏暖一点 等一下我们画的时候注意 这个颜色稍微堆厚一点都没关系了 现在 船的里面是暗一点的颜色 太深了 加点紫色 变点紫色 acig revolution 碎 金属 电脑 艺 大蒸 下面这种偏暖的灰色 这个船的外面 船的地步偏暖的灰色 这样遮实 然后它还有一部分有点偏紫 你看我们用这个紫色和这个橙色搭配到一起 颜色就很鲜艳很好看 它虽然是很灰的颜色 边缘是比较暗 它有那种被照亮的边缘 我们也可以把它夹出来 偏暖的 这个黄色的 被照亮的地方 颜色都会偏暖一点 这个边缘的颜色可以加点紫色进去 让它更有色彩 是我之前说过的 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这个笔上面的颜色 在上面画了之后是会弄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拿一个擦笔纸 要经常性的擦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个 画这种鲜艳的颜色的时候 经常性的去擦笔 有的人他就会觉得 哇这样太浪费擦笔纸了 这个没有办法 画油画就得要这样 因为你画油画的时候 不可能一直洗笔 那样是不好 那样是不行的 就不能一直洗笔 所以为了保持笔上的颜色干净 其实我们就用擦笔纸 擦就可以了 它和我们平时画笔纸 画那种水彩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画过笔纸 或者是水彩 也就是会一直洗笔 一直洗笔 但是油画是不能一直洗笔的 没有必要一直洗笔 你看下面的颜色我们就浅一点 上面的颜色深一点 上面的这种浅色部分少一点 对方的水彩的尝试 可以 我们现在的水彩的尝试 就是 我们要再用水彩的尝试 它是在水彩的尝试 所以我们要再用水彩的尝试 这个柠檬黄太淡了 我这里加一只稍微好一点的 这是比较贵的老荷兰的柠檬黄 这种贵的颜料呢 它比较色度要高一些 我们等一下画这个比较亮的叶子的时候 那种太淡的颜色会有点不太好用 其实要用的话也是可以 相对来说 肯定是这个要更亮一点 更鲜艳一点 现在我的这支颜料大概是四年以前买的 因为平时用这种老荷兰的颜料 我很少用它来画风景 所以基本上用的这种柠檬黄比较少 用这个柠檬黄的基础机会比较少 所以放的时间太久了 有点干了 不过可以看到它的色度 肯定是比这个要更好一点的 就模仿这种树叶被光照到的时候 那种半透的色彩半透的感觉 你看这个花瓣下面的边缘比较透光一点 我们就把这个靠下的位置都加亮一些 我们再画一下这个树干 树干的颜色是比较偏暖色的 当然也不要太过于鲜艳 我们可以混一点颜色进去 在远处的这个树干 我们给它加一点蓝色 灰一点 它看起来往那边延伸一些 这个树干的颜色 中文字幕 李宗盛